影片開始前,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影片開始,Let's go 哈囉? 可以聽到嗎? 可以,來,Jack Ho你好,來,安安幾歲哪裡人? 呃...我是30多歲湖北人 好,30多歲,YouTube關掉 好,這個湖北的朋友,來,你想說什麼?Jack,你好 我就想談一下,我的聲音好小,喂? 不會啊,很大啊,來,你說 就是我想談一下我對台灣的一些觀感 說一下台灣的觀感 呃,因為我本身的話是這個大陸這邊的人力資源寵業者 嗯,然後呢,在這個工作當中其實有接觸到很多的一些 接觸到一些台灣人吧 嗯,呃,我發現第一個印象 第一個印象就是現在好像我所在的湖北武漢這個地區啊 我們平均的收入就可能 古邊平均的收入可能都已經 超過台灣 可能跟台北比不了吧 可能跟其他的像新竹啊 嗯,新竹是台灣最高的喔 有科學園區嗎? 呃,像什麼桃園啊,一些農業的一些 做一些農業的地區來比我 嘉義啦,嘉義雲林,嗯,好 對對對,那些地區我們可能 呃,換算成台幣的話 可能也,呃,普遍在武漢這個地區 就已經達到了兩萬台幣吧 你是說 兩萬台幣月收入是不是? 對,武漢 對,就是我們普遍的 對,在武漢已經達到了兩萬的這個台幣 呃,這是第一 呃,因為我做人力資源工作 也有這個十幾年的這個時間了 然後我接觸了很多的一些台灣人 他們現在呃,會喜歡來大陸這邊來工作 然後呢,大陸的有一些這種高科技產業 其實他們吸引力還是很大的 嗯 呃,所以我要說的第一點就是 呃,整個的這個 這個 未來的話呢 我覺得可能大陸這個收入 我覺得超過台灣的一些收入 嗯,我覺得我還是持一個樂觀的一個態度 嗯,這是第一點 嗯,嗯 呃,第二點的話 其實,呃,我個人而言 我好像並不是特別的贊成去武統台灣吧 嗯,嗯 呃,我說一下我的觀點 嗯,第一個 現在中共的這個能力的話 它是有能力去做到武統台灣的 嗯 呃,這點是毋庸置疑的 然後,但是 背後可能它會美國為首的一些這種 制裁的一些這種 呃,會會會令我們這邊的這個經濟 會會發生比較大的這種倒退 嗯,呃,可能跟我們人 跟我們群眾直接相關的一些這種 負面反應的話,可能你的房價會暴跌 嗯 因為我們這邊 百分之七八十的人 他的這個資產其實是在房產這一塊 嗯 所以房價首先會暴跌 然後會產生大量的失業 嗯,武統的話,是不是 哦 對,對,對 如果是武統的話 可能你很多出口的一些東西 這個東西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做 嗯 所以我我其實很反對這個 這個網絡上很多的一些這種 噴著去說要這個 嗯 嗯 留島不留人之類的這樣的 這樣的這個這個話 嗯 呃,所以 呃 所以就從客觀的角度來講 其實像我是屬於9090年的吧 嗯 已經30多了 其實在我這一代再往下走 可能對台灣這邊 我普遍的朋友好像對台灣就沒有特別 特別大的好感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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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 所以我 所以我 我覺得這個 未來的話呢 這個 我們聽 中共的一些宣傳 每年說要去統一統一 從我20歲看那個海峽兩岸的一些報道 一直看到我這個30 將近35歲了 這15年的這個時間 一直也沒有進一步的這種動作 嗯 然後呢這個 所以我覺得第二點就是說 我覺得短期之類吧 可能5到10年的這個時間內 我覺得武統的可能性也不會太大 嗯 嗯 嗯 主要還是他的這個產業結構去做的這種決定吧 嗯 嗯 呃 所以第三塊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我如果是我想說的 我覺得我覺得大家應該更多的去開放 雙方民眾的一些這個交流 不管是民主黨當局也好還是這個 呃大陸當局也好 其實你讓民眾去看一看台灣的這個民主制度究竟是怎麼樣的 嗯 可能他就會對這個東西可能產生諒解 嗯 可能他會更加堅信大陸這邊的制度 嗯 就好比 王正恩這一次的這個事件 呃 其實他也印證了這個民進黨這邊 所謂的一言堂吧 嗯 披著民主外衣之下的這種獨裁 嗯 嗯 呃 所以我覺得更多的 我其實挺想在未來一兩年之內去去台灣去去旅遊去看一看 嗯 如果真的他們的民主制度在未來能能有很大的一些這種發展前景 呃我覺得可能如果是不統一其實其實也OK了 嗯 嗯 嗯 因為如果真的涉及到這種武統的話 我覺得這種代價放到個人身上 呃每個人他可能是承受不了的 嗯 可能 我覺得是一個可能相對客觀的一個視角吧 嗯 嗯 好 第四點就是 呃我我 說回到我接觸的工作中接觸的一些台灣人 可能我覺得 呃第一點他們可能有很多 呃存在一種小缺性的這樣的一個心態吧 嗯 然後呢第二個呢就是 呃 跟大陸人來比他們更多可能是很看重利益這一塊的一些東西 嗯 嗯 可能更多是去談錢啊或者是說是 但是對這種 呃人跟人之間 呃這種 呃情義方面的這種東西 我覺得他們看的會比較淡嘛 看的會比較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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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我在大陸接觸到的一些台灣人 他們很默契的都去避開去談這種政治的一些東西 嗯 嗯 對所以這個這是我對整體台灣的一個觀感吧 所以呃我最後說到我這邊的這個重點就是 呃我認為可能呃五到十年這個事情也解決不了 除非呃中共的這種政權啊它會面臨到呃這種統治的危機 然後它可能會發動戰爭去轉移這個去轉移民眾的一些這個焦點 嗯 那如果正常的在它發展的這種目前還在發展的這種事同當中的話呢 呃可能不會輕易去去延戰了 嗯 嗯 好 OK 捷克我也想 我聽了你好多的一些節目啊 嗯 我也想問就是你個人的這種政治立場大概是怎麼樣的 啊我我已經講了就是我希望就是能夠用對台灣最好的這個方式 客觀的去面對這個情況選擇一個對台灣最有利的方式 啊那我目前看起來就是 呃兩岸坐在談判桌上面去談一個和平統一的條件 那這個時間其實可以拉的很長如果真的 用談的話啊真的用談的 但是你如果不去面對那反而這個時間更快了 啊那這樣子對台灣其實可以要到比較好的條件 啊好 嗯 OKOK 嗯 等一下這個我這邊沒有其他的 好好好 OK 還有一個就是我剛剛說到的就是 我說兩萬的這個兩萬台幣的這個薪資 這個月收入的話在台灣算是一個 呃比較中央高位 沒有台灣最低基本工資是兩萬七 最低工資是兩萬七 對兩萬七兩萬八 那普遍比方說在20歲到40歲 20歲到30歲之間的GP年輕人的話 他們如果說一個中位值的話你估計是在多少 三萬三萬上下三萬五吧 剛畢業的話 呃那也就是說 呃讓人民幣來算的話可能一萬塊錢在 不到一萬八八千吧八四三十二七八千吧 呃 嗯 行啊 武漢那邊呢 好的謝謝 四五千 武漢這邊 如果是說在20歲到35歲這個區間段的這一些人的話 大概人民幣在五千塊錢的區間會比較多一點 OKOK 然後 知道 嗯 那就差不多吧 差不多就是這個這個這個水準了 好 但是你們北北京上海可能都已經超過台北 好 我之前是在 你說 我之前是在北京 然後也有工作了很多年 然後北京的話 平均現在 呃得一萬塊錢打底了 嗯 工作了三年就得能有一萬塊錢人民幣這個樣子 嗯我知道了北京上海是超過台北的 好 好 OK 那那那謝謝 謝謝你啊 謝謝Jack OK 好 拜拜 好 來 下一位 Surprise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欸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還不加入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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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